在外幕山的个人画室中 刘富宏细细地讲解多幅画作的构想 和当初作画的意境和心境 从电农之子到基隆海边独居画家 现年80岁的刘富宏 目前正在台北市延平南路 5号三楼著名的顺义美术馆南画廊 以海角新乐园为主题开各展 到9月17号为止 展出毕生画作的精华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也亲自前往欣赏并且买下画作 赞赏刘老师的画作 颜色大胆 构图独特 将海洋人文化也将画作故事化 更用绘画技巧描绘出基隆的美 顺义美术馆也收藏他的画作 已经独居在基隆市外幕山地区 30多年的刘富宏 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用捐赠 或是卖画的方式 让有关单位或是个人收藏他数百幅 用人生画下的画作 不要就此消失 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一个人 你毕生的心血留在这边 到最后毁于一旦的话 就变成没意义 而且这个 很多东西 你现场这个时代的美感 也许等到下个世代 所有海边的景色已经面目前辉 甚至有的我们看得到的 再过几年也许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我是觉得能够保存下来 给下一代也是一个 这个叫怎么讲 就是得留给下一代的一个资产 刘富宏老师的画作许多都是以居住地外幕山海边或是基隆 甚至是东北角河北海岸以及宜兰海边的景致为主题 也有许多以野百合等植物为画作基础 除了开个人画展 也欢迎对于艺术和画作有兴趣的社会各界 倒塌位在外幕山也就是基隆市文明路39号 外表是一栋象征海洋风情的蓝白屋个人住宅画室 参观指教收藏画作 艺术的东西 一号个人看法不一样 那我们画图的人最终的就是 我不断的提供新的视觉经验 比如说你没有看到这种颜色 那我们创造这种颜色 你比如说那张黄色的 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那我们提供给大家 没有看过海水会这样子走的 那我们提供给大家欣赏 那你不断的在那里面摸索 不断的在追求 这是一条不归路 你永远看不完说不完 而今年一月份因为关怀独居老人活动和刘老师结缘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除了圣赞刘老师的画作之外 也推崇独居的刘老师除了画画以外 更培养出各种兴趣 时常到海边游泳以及运动 也在住家阳台设置刮棚 享受人生 可以说是独居老人生活的好典范 值得大家学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